玩突变团镜有哪些事不能做呢? 突变团镜是团队竞技中很火的模式 不管变人类和丧尸都很好玩 今天我们来聊聊突变团镜不能做的三件事 否则MVP超级猎手与你无缘 一,选择单发狙 单发狙在其他模式非常好用 一枪能爆头击杀 尤其是AWM 可在突变团镜最好别用它 就算打头也掉不了多少血 这期间隔贼长,但容量贼少 单发狙没有一个属性是适合突变团镜的 突变团镜最好的选择是有全自动模式的武器 二,六丧尸 突变团镜想要分高变猎手 最好的选择是抱团首点 或者找个地方苟住最后变猎手 然而很多人喜欢从开局开始六丧尸 六起来固然很帅 但离变丧尸的概率会很高 并且六的图中也很难用枪去打伤害加分 所以想拿MVP还是乖乖拿枪刷分 三,穿色彩鲜艳的服装 突变团镜地图整体颜色偏黑 因此这张地图的人类适合穿偏黑色的服装 这样丧尸会很难发现自己 可有的玩家喜欢穿色彩鲜艳的服装 虽然你是这条该最亮的仔 但你被丧尸抓到了 衣服也就没了 所以还是穿黑色的衣服吧 小伙伴们 还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